自己於是 童韻 唷 大家好 我們就進來跳拳 中文字幕提供 傾望向他凋理整片日落 把照片的光輝撐住了傷疤 他切碎的種子又撒響他地霧 原則他狂自身出過客的狂化 他切碎的狂自身出過客的狂瘡 我憶憶的過夢一場狂化 隨到吃人的打開又獎金不禮 你穿和你穿和你穿和我 這件一切有什麼意義 我是靠你內心的好結局 這件一切有什麼意義 我是光顧卻白痕的現實 也太可笑了 啊 好可笑 在上台中 你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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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这样的一切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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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逃避内心达到的结局 这样的一切有什么意义 或是荒芜却还恨的结局 这样的一切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一切一切 这样的一切有什么意义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给我们自报加门一下 叫什么名 我们约的叫静海太水 安静能性大海大海 怎么讲这个名字 就是静海这个名称 当时刚说出这个名称的时候 我们就说 这个不是说天津那个城市 这个静海它是 那个月球上的一个陨石坑 那个陨石坑 命名为静海 因为我们摇滚乐里面 它有一项就是那种 那种上过嘛 叫跳水 就是台上 往下蹦啊 对对对 就蹦然后跳水 然后我想的就是 如果说某一天 我们这个乐队 能够在月球上演 然后这些观众在月球上站着 然后再跳水 那个场面我就特别那个货 就所以就取名静海跳水 那现在乐队几个兄弟啊 现在加你了 不俩 嗯 目前来说是三个 就是一个你 对一个贝斯老师 然后还有一个鼓手 鼓手 其实有事先召进来了 对 那你们这平时演出 一般是不是都得到后半夜才能走 嗯 这个得看我们状态 还有就是抽签的顺序 有些时候抽签 有时候抽到最后一个 那真的就是我们第一个来适应 最后一个才能走 嗯 然后状态就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第一个演 最后一个适应 然后那第一个演 演完了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嗯 想坐下来喝酒 然后 然后可能喝到后半夜 然后后半夜 哈哈哈哈 那你们这后半夜 基本也都是只能打个车回去了 对 那方便透露一下 你们每一场基本能赚几个打车费吗 每一场呢 打车费是没问题的 嗯 但我们 我们来的时候 基本上都坐地铁 嗯 然后回去打车 打车 六七八十 就是你们几个兄弟 一般都喷一拼一辆车 住的比较近呗 对对对 那你们这些乐器什么的 也都连在一块扛不走 对 就放后便当 看你们也挺年轻的 哪年生人啊你们 我99年 那兄弟 我00的 00年 99年 今天也就是马达晚上二十三四岁呗 对 二十三四岁那就是也从十几岁二十岁出头开始做这个行业 嗯 那以后也一直准备在这个行业里升红下去了呗 我想的就是我之前我朋友一个乐队他给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 你得抱着那种 就是我一定能靠这个东西我一定能把这个乐队整起来 就能把它 我一定会好 我一定会好 就要以这种目标去做 就给自己一个信念呗 对才会好 就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 哎我这个乐队我就玩到今年年底 如果走不下那我就不搞了 玩到明年年底走不下就不搞了 那这样子的话他说 这样子就基本上不会走起来 那像你们这个乐手平时都是呃在网上找的 还是就是说自己平时线下有联络的时候 大家自从道德组在一块的 嗯都会有 比如说我们的五手老师就是在通过网上联系的 嗯嗯 然后但是我们贝斯老师因为我和贝斯老师都是 我们是195年在同一个大学上学 同学 对同学同班同学 哈哈哈就认识了 好多年 嗯 然后今年三月份 然后我才就是才让他就问他能不能来我们队谈贝斯 啊那种 就等于你们俩原来不是一个队吧 对 对 你这各自有各自的乐队是吗 对对对对 我因为我本质是那个 谈建盘的 对有这个就没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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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练是吧 但是我最爱的乐器是这个啊就是为了也为了兄弟情谊是吧过来串一下场吧 干了哈哈哈那那五手老师平时跟你们联络的还多吗 嗯还挺多的像你们这平时那个都是同学嘛住的又近 相对来说关系就更近一点啊 对我们因为住的都是在住在北京通州 嗯 然后可能三隔就是一公里以内两公里两公里以内 相对来说联系比较方便 对然后排练的话也会比较近 嗯那你们这乐队全力多少年了 嗯 我是前年就是二十一年开始就是说要组这个乐队 但是我觉得就是乐队组成的这个时间我自己想的是去年的五月份 五月份组的啊 因为之前组的话是一直演出也没演 然后我就写了两首歌 然后就是在刻编曲 对一直在刻编曲 一直在做这个后期的打磨精修的工作 前期的歌曲 老师觉得自己的东西就有问题有问题就不够好不够好 包括现在我都觉得就问题很大 等于你们对这个作品的态度还是非常认真非常经理求经的 对因为可能就是我和贝斯老师学的专业就是这个专业 嗯就编曲 对就我们不是某一个乐器我们就是音乐制作编曲 嗯就确实是对这个音乐并不是说对某个乐器有特殊的还好 但是就是每个人找了一个自己歌擅长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啊行吧那你们这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像我们那之前的经验嘛就是说 玩乐队有的时候关系不好的或者有创作上有压力或者有瓶颈的时候 这个不管多好的关系都可能都会有摩擦 或者有一些一些难以磨合的地儿 你们现在有吗就这种情况 但是我和贝斯老师反而还没有 其实我们没有 你们这关系还挺好的是吧 那有其他的乐手有跟你们就 因为基本上的话创作来说就是我会先编了一个大概的段落 然后我会分别发展他们就是各位乐学老师 然后大家听就觉得可以的话然后咱们就排练 都觉得可以咱们就排练 如果就觉得我这个地方你可以编的更好 那就可以再编的更好 但是也有那种情况就是大家 然后坐在一起就一起去研究这个编曲什么什么编 我更加喜欢第二种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想法它毕竟是有限的 就是大家很多时间都在排面厅里记性啊 就这种东西吧 对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在排面厅里 哎大家随便玩然后玩完之后录下来 然后再去电脑从那边 就那个感觉是比一个人坐在电脑前边对着显示器 对着键盘对着其他的要 就是那边是大家一起玩的东西 对对对对 不是一个编曲人以那个制作者的角度 有的时候这种化学反应会特别奇妙是吧 对就是比如说说好一个合声然后大家开始乱玩 就那种出来的东西有些是对你的 对对对有的时候是这种意想不到的这种成果对吧 一个错音哎 那像你们这个经常这种演出的话 像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个 有一个词叫groupy你们听说过吗 都听说过是吧 那有铺你们的吗 没有实话实说啊 这个叫铺什么意思 它有一个全是个 就是想跟你谈个短期恋爱什么的 有 那有多吗 就算了 嗯 不多 哈哈哈哈 那你呢兄弟 我比较爽 我比较就是不怎么显眼 就你显得比较乖是吧 就是我正常说哎呀就好好说谈 然后他这个能够比较 因为他要多少比较那个也是注目是吧 那一般都怎么处理的 嗯 聊聊呗 是吧 基本上我就是 我就会 我就会 拿一个微信 拿给他加 然后我会把杀到我粉丝圈 哈哈哈 那人家没给你拉黑了嘛 人家想跟你单聊好吧 单聊单聊 就是微信上他们也和我再说 嗯 就行吧 基本也不会跟他们有这个那个太多的接触 对对对对 我因为我 我觉得就是 粉丝这个东西 就是衣食父母 人家是衣食父母 我靠 人家是衣食父母 不能搞粉丝 嗯 行吧 这这话说的这八糕太多了 我今儿算没白来 哈哈哈 行吧 像比如说 会面那位 那位就是我们 我们头号粉丝 又会 站姐 站姐 我直接就是 在我们群里面给他就弄了个管理员 是你们谁女朋友吧 不是不是 他是我们头号粉丝 又会 好朋友大家好 得嘞 那就算是你们的 还忠实第一号铁粉是吗 对 那怎么说是怎么认识的呀 怎么认识 看演出认识的 也是看演出 然后是6月6月几号看了一场演出 公式 对 公式 然后觉得非常有意思 觉得非常好 然后 然后人也非常好 音乐也非常好 哈哈哈 你看 哈哈哈 你看啊 这么快就是庸识粉丝了 那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是准备那个 再跨这点这个粉丝规模 还是准备找一个好点粉丝 就结婚成孩子了 哈哈哈 就还是想先把乐队就好好做 做起来就写更多好听的歌 嗯哼 现在有几张成熟的作品了 我觉得成熟的作品我们一手都有了 就是还没达到自己心里那个要求的标准 是吧 对 因为就是我也见证过就是 比如说去年年底我回去和了我们 贵阳本地的一个乐队一起演 后来关系还挺好的 嗯哼 他们当时三百多粉丝 现在应该差不多 半年过去十一万了 嗯哼 就半年十一万 这么多人了 嗯 那确实人不少了 他们这个发展规模很快 对因为他们是当时是有一首歌爆了 嗯 在网上爆了 然后接着就 可以说我觉得应该是带动他们后面的作品 嗯 再加上他们乐队本身的作品也挺好的 啊 行 那你们现在也都是正在找各种不同的乐队 然后就跟他们交流 然后碰撞一些不同的思路是吧 对对对 那你们这乐队以后还是打算走一个什么样的风格路线 有固定的一个风格路线了吗 现在 嗯 说实话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编的东西 就太杂了就是比如说 我们很多时候经常把这乐队编完 后来我们大家就一问就是就是什么风格什么风格 大家都不知道 后来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个叫什么风格 那你就称它为独立摇滚 啊 称它为独立 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可能是错误 不行的话就管它这后摇也行 哈哈哈哈 你这 把话团一关 对你这胳膊上 把话团一关 这花是扎的还行 跟我们说说呗 有什么特殊含应啊 这个特殊含应就是我当时16岁的时候 16岁的时候我当时我因为高中我练了半年 因为我学期学得不好就没好好上学 上了半年我就去那种读职高中专去上学的时候 因为就是其实我室友当时分的是有有一个两个都是就是混学会的就当成混学会的有一个是就是捅了人啊然后被捅了再被抓了然后才冠了两年还是三年放出来啊放出来没多久然后去 就来上学了 然后有一个和他是一个地方的 就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和他们算是老乡嘛 就是也是同一个地方的 但是之前不认识 后来认识了 然后我看那个 就捅人的另外一个 他后面闻了一个满贝 是我在我们那个学校去 一起去那个澡堂 就是大众澡堂 一起去洗澡的时候 我一看我说 哇操 我说这东西牛逼啊 我说这多帅啊 然后没过多久 我去问了个这个 我说卧槽 我又要像他那么一样 但是我现在很后悔 为啥呢 觉得不好看 对 说实话我不是后悔闻 我不是后悔是图案 算得很好 对 那那边那字写的什么呀 这个字写的是百善孝维仙 这个字是 我当时闻完这个 我怕回家被家里骂 哈哈哈 我就去闻了个这个 行吧 在家里看着什么反应 回家了还是还 就该骂还得骂 一顿痛打是吧 没有 当时16岁没打了 没打 但是被骂了 在16岁之前被打得很惨 就是这个纹身室 往来找个这边的是吧 哈哈哈 行吧 你这个纹身是我见过最有意义的 是吧 哈哈哈 最有实际效果 最有实际效果 对对对 就确实挺好的 这边害怕挨骂 然后跟你们赶紧找不着 对对对对 或者你说这是贴的 你一个这是贴的也行 那 跟我推荐一下你们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吧 相对来说满意的 我想请问一下贝斯老师 我觉得我们最新做的网 两个网 上面一个网 下面一个女网 想个网 啊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 就是 可能是每一首做制作都会比前一首 更精凉一点 我感觉上弄的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每做一首对自己也是进度 对大家也是其中 嗯嗯嗯 所以可能永远都会喜欢最后做出来那首 哈哈哈 对对对 或者就是永远喜欢的就是我们可能未来的下一首 对 永远都是新的就是最好 对对对对 我们这些喜新不厌旧 哈哈哈 那你们这个 现在你们这个 就演出的收入能自己覆盖自己的 日常生活开销吗 覆盖不了 但除非就是我们去接的商品 那这种商品的机会多吗 说10号 不是很多 但最近可能运气比较好就接了 连续接了接了几个 那兄弟们你们这是承认为 为了理解 为爱发电 对用爱发电 你们这是 只是说好听的叫为爱发电 你要说不好听的那就是 卧槽 万一哪天我们走起来了 那就吃喝不醋了 哈哈哈 对我们也期待那一天是吧 对 那你们这个现在日常生活基本就是 演出 然后创作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接商演 接商演 对 然后平时在家打打游戏啊 哈哈 那是日常生活 大家日常生活都这样 是吧 那平时只要基本上能覆盖你们的日常生活 这个你们就觉得这物质生活就OK了 是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物 对对对对 现在这些 就是干别的事养这个事儿 对 现在的日常生活 好像这些所谓的摇滚乐手 不过老一派的或者新一派的很多其实都是这种生活状态 嗯 都是自己不太喜欢的或者不太热衷的一个生活去搞这个玩意儿 嗯 就是 可能是真的是想让更多人听见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声音 对自己的声音 我们用心创作的音乐 希望能够被更多人听到 家里支持的吗 对 因为我那一开始 我家里还是很支持的 从一开始上学 然后就是一开始说来这边上学 然后做一些人学的同步呀 什么社会面呀 一开始都是很支持的 你那说呢 我家里是支持我玩音乐 但是因为现在刚刚毕业没多久 我想的是我希望的是我能全职做乐队 就专心于 所以把生活上的一切奉献给予在身上 嗯 然后但是家里父母毕竟年纪也大了 他可能老一辈想的更多是 你先有一个稳定点工作 找到工作以后 然后你再去用这个工作去养你的这个爱好 结婚生子 对 但是我也确实我也去问了很多公司 嗯 人家说的就是你可以进来 嗯 但是就是你进来的话 那你时间就没有那么自由 你就不能 对 你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空余的时间了 对 对 这是其实挺难的一个事 也是抉择吧 对对对 就是鱼和熊掌不能牵着 对 但是其实还是更希望是 把自己的更多时间放在乐队和音乐上面 对不对 还是为了热爱的东西 对对对对 那最后再跟我们的这个镜头前面那个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然后再介绍一下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 还有自己的乐队的名 好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静海跳水 叫什么呀兄弟 静海跳水 你叫什么 我叫安阳 刘安阳 你说是我们的主唱 对 我是乐队主唱 我是贝子手 激荡 得呗 那也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的中国音乐 多支持我们的静海跳水乐队 也祝我两个小兄弟 然后越发展越好吧 嗯 然后咱们下回等你们什么时候有机会 然后我们过来再来捧场 好吧 那咱们就下次见 谢谢